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用一个人去帮我 帮我去做一个后空翻的 一个表演的一个项目 在舞蹈里面 然后我那时候希望 翻的时候可以更完美一点 是可以更直 所以后来在一个体育场 试着一个人去练习 当下也有教练在 但可能就是 自己没有顾到某一些点 然后就不小心骨折了 得知骨折后的第一反应是 我那当下一听到骨折 其实非常沮丧 很难去面对现实这件事情 因为觉得 怎么可以突然让自己 一下就不能跳了 然后就觉得会让 其他的舞者很失望 对不起他们 听说你一开始不愿意打石膏 怕影响发挥 对啊 一开始的时候 我其实就想 没事没事 没有没必要 医生一直在劝我说 一定要打石膏 的时候我才吐了口气 然后就说好吧 就打石膏 当下真的很难过 但今天上场表演的作品非常炸 对非常非常非常炸 所以我也没 那时候就没有顾到说痛不痛 就直接开始就投入整个 比赛的过程了 需要多久才能康复 起码要六个礼拜 什么时候受伤的 哪里受伤了 昨天不是我背着小夕拍也就 然后就出点意外 然后今天去他跟我说的是 再出来一次可能 可能这边匈牧会骨折了 他说这边匈牧骨骨折了 就可能会插到心脏 我说我有这么夸张 他让我休息三个月 都挺长的 那个脚腕 整个脚的后边段都紫色的 看着我就有头皮发了 他说要我打石膏 他们有一个配合 然后他们有一个B-boy 做托马斯的时候 先打到他的大腿内侧 第二天还是当天排练 他有个翻 每次都是左脚落地 但是他那天他想右脚落地 这一下就腿软了 然后就变成那样了 他说要打石膏一个月 我肯定不能打石膏 我不打 我吞进去把门牙都磕掉了 里边磕掉一块 这拍不到的里面 牙的脸也磕掉了 那天身体不好 我上涨前还吐血了 胃炎犯了还是怎么着 上涨前吐血了 一直在干呕 腰椎也疼 就脊椎骨也疼 强忍的强忍的 强忍的强忍的 刚刚看大家从地院刚回来 我们去了六个人 然后有五个是骨科 然后有一个是胸外科 我是第四节第五节 有轻度的突出 左边的SE的椎体 有一个小的骨块长出来 医生说了这一次的伤 应该是因为 可能我们太辛苦太累了 这不是骨头的问题 这一次的伤 是因为肌肉和韧带的问题 让我带钢板的护腰 排练其实也会 很多东西会做不了 因为我有一个 就是上台的一个旋转 在Gumbo身上 因为那个要靠完全的腰力 把那个上身支撑起来 所以那个其实也很费腰 上台的时候 我发现 怎么没有感觉了 那下来之后 就有点小崩溃了 找CT跟X1 其实骨头都没事 但是好像外面有软竹 是好像因为这样子有些损伤 其实我觉得我的上市倒还好 对啊 其他人的上市 我觉得有些真的是蛮严重的 我们现在有一个新的战队 叫残疾人联盟 武剑豪队就是残霞联盟 还有很多人都受伤了 就阿K刚刚走 就是肩膀不舒服 现在还在比赛竞争中 身体受伤了怎么处脸 跳舞的当下的时候 其实感受不到就是 有什么疼痛或什么的 但是跳完的时候会比较明显 要跳的时候绑一下那个绷带 就硬伤了 干跳干的跳舞 那也不能我疼就不离了 过程会不会很痛 我觉得节目其实带给我们的是 开心和快乐 快乐会比痛更多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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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开优酷APP首页搜索 这就是街舞 进入节目专区 更多视频等你来看